还有主记长今天讲这个东西 我看也是还蛮有感觉的 我们的主记长虽然对于物价不太在行 俄阿米索他以为20块钱有没有 害得那天全台湾记者忙翻了 大家都在找20块钱的俄阿米索 是找到了 但你知道吗 就凤毛麟角做佛心的 他说什么呢 之前这个高金素美委员 带大家追究防疫这个纾困预算 行政院的纾困 振兴特别预算等等 还有1065.4亿元 可以执行到明年6月 200亿元用于防疫 不用怕 他说他会给足 我会给足 不用担心防疫经费不够 我们不用担心 所以主记长亲自告诉大家 够够够 钱是够的 那我就想到 那为什么之前这个不够 那个不够 快事还不够 疫苗不够 有没有 什么都不够 人家钱有给你 是够的 主记长亲自出来 打脸陈时中 我给你的钱是够的 你用到哪去了 然后呢 人家南韩怎么做 真正的政府指挥中心 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个 南韩现在已经开始 他南韩解封了嘛 大家知道 大规模的分析调查 长新观 然后要建构 治疗的指引方向 开始 整个要开始 所以我们都说 好想迎韩国 我们的指挥中心 可不可以也迎韩国 书惠你看一下 我们的指挥中心 一天到晚就骂人家 乱家一通 什么打击明星士气等等 但是我们之前你讲的很多的基因定序 你要不要赶快做一下 包括现在的这个长新观 长新观 我们昨天讲 长新观有没有黑数 有啊 罗一军跟大家说 他只跟大家说 我们台湾已经有百余例 就被骂了之后 第二天陈时中说700多例 一个医生骂一下 多出了600多例 哪来的啊 然后医生莫名其妙 你根本没有够诊断 也没有叫我通报 那你这个700 什么80几例 还有零头 你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我也没跟你说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这个部分 南韩政府已经开始 长新观政府的责任 大规模的分析调查 统计 科学的东西 然后建构起治疗 指引方针 我们台湾呢 长新观也要盖牌啊 不会吧 实惠 我今天看到主记长讲 我才知道说 我们真的防疫 还有这么多钱 那我就想问一句 那为什么快塞 不免费提供呢 对不对 疫苗比快塞贵这么多 疫苗都可以 免费提供给大家 快塞为什么要大家花 比别人还要贵的钱去买 之前蔡英文挂宝证说 哎呀 台湾将会有1亿剂 我开心一下 我第一次认可他 我以为政府要买1亿剂 来给全台湾的民众用 结果不是 进口1亿剂高价卖给台湾人 如果说1剂只赚100块就好 可能不止啊 对不对 1剂只赚100块就好 他就是准备让进口商 让疫苗赚100亿耶 从我们这一些 急需要用快塞 然后急需要去用这个 来确诊的这些台湾民众身上 刮100亿刮几十亿 去给这些衣材的进口商 我以为那是要买来给我们用的 结果是要我们花钱去买的 时间就是金钱 我都不知道大家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花了多少时间在1922身上 很多人打你知道吗 打不通就一直等 痴痴的等傻傻的等 然后今天告诉大家误会一场 我只能联络 只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没有任何公权力 对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去甩锅 因为我们从这个恩恩爸爸 他公布的公文 我们已经看到了 1922在那一天 他只有叫恩恩爸爸也好 叫恩恩的妈妈也好 就是去联络他的 他只有告诉你自己打卫生局 或者是119 他连医院都没有联络到 完全没有联络 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指挥调度权 但是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 防疫专线的宣传的时候 是要大家什么都要联络 这一支专线的 然后呢我告诉你 我还查到一个新闻 你知道有很多的政府部门 当时有那个就是去年 这是去年 去年只要有任何的确诊案例 政府部门发的新闻稿都说 我们都依规定通报1922 连政府机关发新闻都说 我们要通报1922 他有没有公权力 这表示他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嘛 所以现在是政府机关通报一个 民间外包的没有公权力的单位 对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那难道是个通报没有意义吗 没有公权力就没有意义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意义嘛 所以嘛所以我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 原来对我原来我们都误会了 因为这以前法律上有解释过 他是有公权力的 外包的就是有 当然了他有行政委托啊 绝对有绝对有 所以我说陈时中他在 其实从我们昨天就讲了嘛 陈时中在这一个部分 真的是外行人 他不懂不管行政法也好刑法 他都不懂好 那这个没关系 但重点就是如果你要选台北市长 1999你总不能不懂吧 未来1999是你这个台北市长 任何一个台北市长 当选人要很重用的工具 你如果今天有 就用这种甩锅的方法 我跟你讲没有人敢 以后面有厂商 所以他是不是不懂 他在甩锅 他在内行人说外行话 这样就跟你讲 陈时中选台北市长 他的证件之一就是 1999不会再有公权力了 对吗 以后1999绝对 绝对不会帮你找到 你想要的机关 那当然这个就是让淑慧 这个以后 我们不希望咨询到他 我们会有机会咨询到他 我是说选举过程 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去攻击 当然另外 刚刚蔡英文就在 这个24分钟之前 他又发文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还来不及看了 刚刚 他写什么 我们这个之前不是讲过 他讲这个社区 覆盖率还是什么 涵盖率 对对对对 他又讲了一个数据 6月9号为止 我们的第一剂涵盖率 达71% 然后呢 记录已确诊 但尚无法施打孩童人数 第一剂社区涵盖率 已达86.6% 什么叫第一剂社区涵盖率 你看他还在玩文字游戏耶 你看整个都打到 105%了不是吗 他算成本疫苗 他也是这样 但他主要其实 今天的重点在宣布说 5到11岁的这个疫苗 缩短为4到8周 但我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瞎到爆炸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才在给小朋友 打第一剂的疫苗 第一剂不是明天打完 就变成无敌新兴耶 他要等两个礼拜以后 才有第一剂的基本的抗体 然后你再等四个礼拜 再给他打第二剂 然后再一个礼拜 他才有完整的抗体 不好意思 疫情都过了一个月了 你在高原期 才开始给他打第一剂疫苗 在疫情下去了 你才给他打第二剂疫苗 都是打心酸的啦 那小孩子 在已经没有疫情的时候 然后你还让他这边发烧手痛的 请问一下 那我们打这个疫苗 到底是在打一个胶带而已 就是觉得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永远比人家晚半拍摄在干嘛 欧美他们的 因为COVID-19也过世很多人 但他们很多情况是出在来不及准备 为什么疫情突然来 没有药没有快筛没有疫苗 那一步一步的追上来 可是我们的疫情都晚人家半年 人家是来不及准备 我们叫做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更是气死了 真的 对啊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淑卫讲的 就是说蔡总统他今天还在 所谓的核不食肉迷啦 简单讲就是他还在信任 他的这个文青小编团队 告诉他说反正你就这样做就对了 就根本不... 你看就像他去基隆 这个你知道有时候我都觉得 林又昌不知道是 跟他刚好是这个天作之和 上个礼拜林又昌说 我们跟大家讲防疫喜讯 基隆首次跌破1000例 结果我告诉你 今天基隆还有一千例 就是大家不要把疫情看得 跟小儿科一样 该有的这个 我们讲该有的态度 我们就好好的去面对 那比如说今天明明就还在 我们不管疫情 那个确诊数还在高峰期 死亡数更是 更是目前是一个高原期的状况下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说 大家没事了 我们可以回家 我们可以好好出去吃饭 我们可以怎么样 现在你重点是 你要先提醒脆弱族群 因为现在脆弱族群 染疫的风险还是很高 而且脆弱族群 不管是刚刚你讲的 就是说蔡英文她讲的这些 所谓的儿童或是老人 疫苗施打率相对低的族群 其实他们的保护力都还不够 但杨敏我跟你讲 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说这个事情跟什么 什么调高基本工资 什么都不一样 这是人民是差几百块几千块钱 有些人会有感觉 有些人没感觉 这个是牵涉到生死问题 而且死了都还不能够好好告别 生死问题健康问题 这不是钱能够换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有没有做到就没有做到嘛 第二个没有做到 你就姿态低一点 道个歉或是有点温度嘛 袖手一下 台湾人也很健忘 台湾人也很善良 但问题是这两个都没有 还不断地告诉你很多好消息 而且跟我感觉到的不一样 旁边的确诊一大堆你知道吗 重症的一大堆 然后你在防疫新生活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 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错愕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